韓國雄議員 郭文貴議員 各位委員同學大家好 今天進行全任委員會的談話會 處理本院委員柯建民等人 委員鄭民中等人分別請求 召開臨時會審議特定議案 請預事年人一併宣讀提案內容 開始了 本任委員柯建民 劉世芳 莊瑞雄等62人 為周延信憑法治建立有效打擊加害人 友善保護被害人 以及建立可信賴的審查機制與申訴制度 為均衡社會安全及受刑人於釋放前 逐步適應社會之需求 原因憲法第69條及立法院主治法第6條第一項 提請召開臨時會審議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朝案 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朝案 性騷擾防治法修正朝案 及外易間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朝案 以及為台美經貿關係向前邁進 關鍵一步處理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災台協會 關於台灣與美國接貿易協定等案 祥如復介並自112年7月17日星期一至7月31日星期一 召開第七會期第二次臨時會 7月17日星期一下午舉行第一次會議 並與7月18日星期二及7月19日星期三為一次會 邀請行政院院長率相關部會首長於7月18日星期二列席報告 性騷擾防治相關事宜 於7月19日星期三列席報告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災台協會 關於台灣與美國接貿易協定並被質詢 7月20日星期四 7月21日星期五 7月21日星期一召開委員會 7月26日星期三 7月27日星期四 7月28日星期五及7月31日星期一為第二次會議 是否有道敬請公爵 本案委員 曾明中 謝一鳳 林思敏等37人 有鑑於近來陸續爆出性騷擾事件 引起社會嘩然 顯見我國對性貧意識及現行性騷擾相關法律規範之嚴重不足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2017年至2021年間 有高達7至8層職場性騷擾未進行申訴 可見職場對性騷擾案件處理流程未能妥善處理 常使被害人在申訴過程中感到無助 急需強化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確保身體自主權不受侵害 令現行外衣經條例忽視受刑人在犯風險 至常發生受刑人脫逃情勢 嚴重危害社會秩序 外衣間受刑人臨選公平性履招各界質疑 有待檢討修正 有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協定之簽署 各界質疑協定性質模糊且缺乏公開透明 該協定攸關國內經濟產業未來發展影響重大 急需送立法院進行實質審查 已完備國會監督 原此盡請依憲法第69條 及立法院組織法第6條規定 自112年7月17日星期一 至112年7月30日星期一 召開第10届第7會及第2次臨時會 審議性騷擾防治法修正草案 性別工作評定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 外一間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及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與美國在台協會關於台灣與美國 國際貿易協定等案 響魯復健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宣讀完畢 現在請提案委員進行提案說明 說明時間五分鐘請劉委員四方說明 院長 本院各位同仁 民進黨為了回應國內外重大時事 依據憲法第69條 立法院組織法第6條第一項的規定 提請在7月17到7月31日 召開本會及第二次臨時會 審議三個部分的重大法案 首先是包括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等 性平三法的修正草案 第二就是處理台北21世紀貿易倡議的協定 第三審議外一間條例 近日社會各領域發生的MeToo運動 受到性騷擾乃至於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 勇敢揭露過去受爆的經歷 令人感到痛心與不捨 身為負責任的執政黨 我們提出性平三法的修法則無旁貸 性平三法修法的重要精神 歸納為零容忍不露階 零容忍不露階 無論是工作場域 校園 哪至於各領域 以保護被害人為核心的重點 分別加重財罰抑制性騷擾加害人的惡行 完備保障被害人權益 以及建制專業且可信賴的防治性騷擾制度 除此以外 今年的6月1號 台美雙方簽署了21世紀貿易倡議的首批協定 內容包括關務行政跟貿易便捷化 法制作業服務業國內規章 反貪腐中小企業等5項大議題 是1979年以來 台美間最具規模的貿易談判 也是台美經貿關係的重大里程碑 證明了執政黨 希望台灣未來與民主國家的陣營的經貿 能夠世界接軌 這個台美貿易協定 行政院送到立法院的案由 由原列的查詐案 但是民進黨基於朝野共識 秉持開放的態度 同意改為審查案 除行政院院長報告被質詢之外 並且交由經濟 外交國防 財政司法法制 內政恩慰還等6委員會聯席審查 期待以更公開透明的程序 讓首批協議的5項議題儘快上路 並作為後續協議的審議基礎 深化台美經貿關係 另外 執政黨的黨團也提出了外議兼制度 近日也備受社會關注 那麼秉持回應社會的負責任態度 將臨時會議程也納入審議 外議兼條例 外議兼條例的核心爭點在於 臨選機制 因此包括惡性重大 10年以上的重罪 妨礙公務制重傷 加重詐欺 強盜等重大暴力犯罪受刑人 均應排除在臨選之外 也包括觸犯加重詐欺罪的詐欺集團首腦 期待朝野可以擬聚共識 共同完備 預證與矯正的制度 以上三大部分的法案 是民進黨黨團就本次臨時會所提出的議案 請朝野各黨團可以共同來支持 我們合力來打造一個更進步 更合宜 更尊重女性的性別 性別平等的三個法案 我們一起來加強台灣跟美國的貿易 法治化 透明化 更能夠接軌世界 民主跟經濟 還有我們希望能夠再建構完善的 預證規範 讓受刑人 還有讓社會大眾 能夠看到民主進步黨 在司法改革正義上面 更進一步深化的支持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李委員 接下來請 謝委員依奉發說明 院長 所有與會的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這一次臨時會的召開 是在一個月前 我們民進黨在提出大法官同意權審查時 國民黨就主張應該快速的回應社會對於台版metoo運動的反思訴求 所以首先提出 所以首先提出應該同時在當次的臨時會完成姓平三法的修法 而民進黨團卻希望等待7月17號行政院版本的姓平相關八法送到立法院後才召開第二次的臨時會進行審理 而而其間我國仍有臨時會議 而其間我國仍有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實質審查以及外議間條例等社會關注的焦點 國民黨團也優先的發文請立法院由院長召開協商並入此次臨時會的討論 目前與臺灣社會關注的姓平修法共有八法 國民黨主張此次是三加三的修法 除了姓平三法以外 再加上兒少法跟燒法以及性侵害防治法的修法 希望能讓涵蓋的範圍更廣更完整 各黨團在上次協商的時候都同意在委員會詳實討論 放棄一個月的冷凍期 在此次的臨時會可以順利通過 而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實質審查 國民黨團也主張應該由八個委員會共同來審查 因為台美貿易倡議目前是第一個階段 但是這個倡議會涉及到修法以及相關政策 其涵蓋的範圍非常廣 跨足了各部會 希望能夠讓國會事前的參與完整的了解 也不會有未來台美如果有進一步的協定的時候 國會如果與行政院有不同意見時 會破壞台美之間的互信 如果台美相關的協議 是能夠真正的協助台灣對外的貿易環境 希望民進黨政府可以公開透明 逐條審查 也希望在損害國內的商業利益時 政府部門可以協助企業 至於近日引發高度關注的外一間條例 外一間條例從上會期開始 排審的就是民進黨的招委 但是在審查的時候 並沒有送出委員會到朝野協商 此次在臨時會即使在排審 送出委員會後 能會遇到一個月的冷凍期 因此希望在這一次的臨時會期間 可以共同來審查 讓這個社會高度關注 尤其蔡英文總統已經主張要修的外一間條例 可以在臨時會順利通過 希望未來外一間審查 能夠公開透明 要全程錄音錄影 最好是線上直播 讓大家知道 每一個外一間審查的過程 這也表示的就如同法務部蔡部長所說的 這外一間不是爽間 而是一個真正能落實台灣犯人的懲戒與教化制度的機構 希望在此次的臨時會 朝野能夠共同來完成這三個相關的修法審查 希望我們能夠做出讓大家尊重的立法院審查制度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市委員 接下來 我們請 依照黨團的共識與各黨團推敗議題的發言 讓每一個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邱委員成員發言 主席 各位大院同仁以及全國的國人同胞 本次臨時會民眾黨團主張 針對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信平刪法 修法 以及外一間條例 以及打炸跟個資安全保護的問題上 要提出相關的修法訴求 也希望 跨黨派能夠支持 並且予以嚴審 回應民意的期待 首先 對於行政院 民進黨團 後來願意放下堅持 將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送到國會來做實質審查的立場 我們表達肯定 並且期許 透過制度的建立 法治上的完善 針對內容涉及人民權利義務 包含國防 外交財政或經濟上利益等對外的協定 都應該尊重國會 送到立法院來去審議 那也 這一次朝野協商 大家達成共識 由六個委員會來去聯席審查 能夠做最好的一個示範 其次 對於這次社會非常關注的MeToo事件 也就是我們這次所修法的性貧三法 本黨團主張性別工作平等法 應簡化申訴流程 包含性騷擾防治法 除了提高行政法還 及最高新台幣60萬元 性別平等教育法 則應完善通報機制 事件發生後 24小時內未通報 將予以裁罰 也要盡速完成外一間條例的修法 落實公平正義 針對外一間條例 我們主張六大修法重點 第一 排除犯本刑七年以上之重大暴力犯罪 第二 排除重大經濟犯罪 第三 排除貪污犯罪 第四 刪除累犯淡書 第五 有期徒刑執行域二分之一使得領選 第六 以及逃逸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針對相關的外一間領選的過程 也應該要公開透明 從嚴審查 最後 我們認為現在目前 各支的外洩造成 詐騙集團的猖獗 已經嚴重影響到 國人的生命財產 所以我們主張 要納入 資通安全管理法 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修法 對於政府目前 對於打炸無力 資安防護漏洞擺出 包含全國護憶證資料 被發現在國外網站 公開放售的情形 資安問題 已經變成嚴重的國安問題 甚至變成 詐騙集團的幫兇 因此 我們強烈要求 本次臨時會 必須將這兩項修法的審議 納入議程 以利盡速建構更堅實的 資安管理機制 謝謝大家 honorary位置 接著大位置 請請 岑屯幹甚麼 現在青十二 進場 回憶 我想在立法院MeToo 姓平要修法 那保護吹哨者 守護環境追究不法 應該也要有吹哨者保護法 很遺憾在蔡總統2016年承諾 在司法國事會議之後 要修這個接避者保護法 吹哨者保護法 很遺憾在第十屆立法委員任期到明年1月31日截止 如果不盡速修吹哨者保護法的話 我們這一屆也就是在蔡總統任期內 就沒有依照承諾來修接避者保護法 我想柯總召應該也是知道 這對於年輕人 對於總統 對國人的承諾又要跳票 實在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在過去三年多 我擔任立法委員期間 揭發在台南雪甲 桃園觀音 屏東訪寮 花蓮集安等 許多國有地或者荒廢的農地 餘溫 山林都有廢棄物掩埋的情形 所以這些不當的掩埋如果沒有吹哨者 其實是很難去追查的 另外我在早上的協商的時候 我也提出目前有一些 包括在掩埋場附近的污染 如果吹哨者檢舉的話 馬上就會有黑衣人敲門來威脅來警告 嚇得大家都不敢去檢舉 因此除了廢棄物這些問題之外 其實還有許多包括以合法包裝 違法的水土保持工程 水庫清淤工程 甚至我們看到屏東百里種樹工程 這些龐大的工程經費 也成了政黨金主前客轉包 賺取肥厚佣金浪費工廠的大標的 因此在這裡呼籲民進黨執政黨 應該在立法院這個任期內 能夠在臨時會 我們能夠來修吹哨者保護法 另外在囤防稅 在刑法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 將實力所提出來的修法版本 能夠納入 也希望在未來我們這個 這一屆立法委員任期能夠完成 好 謝謝村委員 接下來請委委員玉蘭發言 謝謝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MeToo運動引發全民對性別暴力的關切 我們這次在臨時會處理修法 就是為了能給被害人更完整的公平正義 我心見行政院在社會各界不同的意見的聲浪之中 能夠端出禁止師生鏈的條款 在修法多處能夠處理到 權勢性騷加害人的問題 但是也擔憂了行政院版的性評三法 被司法院在11日的新聞稿中 拿去辯護李柏道案的處理沒有問題 這會不會讓我們本來已經運作成熟的 僱主在窒息性騷擾事件時的 及時糾正跟補救義務 反而退步了呢 今天上午的黨團協商 邱顯智委員提到 他要提到未成年的性別暴力的刑事犯罪追溯權 應該要拉長 這也是本習的主張 在MeToo運動之中 社會除了支持被害者自我訴說跟療傷之外 是不是能夠藉由這次的臨時會的修法 來做制度性的解決 荷蘭已經取消了兒童性侵追溯期的上限 美國科羅拉多州 佛羅里達州 佛羅里達州 賓州等州也都是如此 因此 這次的臨時會 我提出的草案 我認為應該放寬到成年後的30年還可以追溯 另外我要呼應 MeToo浪潮之中 真正保護被害人的 也不只有 信憑三法 這一波的台版MeToo風潮中 有多少人 必須要鼓足勇氣 承受風險 但是也沒有辦法去追討正義 因為 比如說 外高權重的執政黨中央 對於信憑法規都視若無睹 申訴機制完全失能 更可見能夠連結外部的 揭蔽者保護法 其實是刻不容反的 如果我們早就能夠完成 揭蔽者保護法的立法 受害者 在向職場主管反應無果的情況下 向外界爆料 不但有免受簽掉 懲處扣薪等保障 也不必擔心被控 誣告等加害人的司法手段 這樣用外部的壓力 逼使雇主重視時 才有制度的保障 民進黨的調查定調 片面切割規定 來護航前附命 有沒有吃愛 這樣的處理 卻被台北市勞工局開罰90萬 更可見內部申訴管道 是有 好 謝謝余委員 接下來請邱委員顯示發言 謝謝院長 那各位同仁 十一黨團支持這個臨時會的議案 包括外衣間條例 包括台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包括姓平三法的修法 就像我早上在黨團協商的時候提到的 我們應該要當真的 認真的來把這幾項事情做好 那除此之外 像剛剛其實邱一蘭委員也有提到 姓平三法為什麼需要修 正是因為me too運動 我國的這個性騷擾也好 這些性犯罪性侵害 有許多在被害人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終於能夠勇敢的站出來 揭發當時 少受到的這些不法的對待 那就性侵害的部分 而且是兒童性侵害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 徹底去檢討 刑法八三條有關 兒少的這個性侵害的追溯權時效的部分 因為根據澳洲的研究 一個被小時候被性侵的人 他平均要到二十四年後 才能夠把他受害的經過 能夠講出來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追溯權時效 是不是能夠去徹底的檢討 其實是有必要的 那其實剛剛提到的 包括荷蘭 包括加拿大 包括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賓州等等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這個性侵害的追溯權的時效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說 性侵害性犯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犯罪 他有可能讓當事人受害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去把他講出來 所以這個追溯權時效 事實上是有必要去進行調整的 那我們也很遺憾 在民進黨團所提出的 這個臨時會的版本裡面 並沒有刑法八十三條的修法 另外針對囤房稅的部分 行政院總算 能夠提出一個囤房稅的版本 去提升這個持有稅率 囤房者的有稅率的提升 那我們也希望說 政府能夠展現出一個態度 在臨時會的時候 能夠去處理這個囤房稅的這個部分 再來就是說公益揭發保護法 這個在上個 在第九屆的時候一直到現在 行政院到現在都沒有辦法把這個版本送進來 那就公益揭發保護的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一個重中之重 那最後就這個 不管是說姓平三法也好 外衣間條例也好 我們都希望真的認真的來進行審查 尤其是外衣間條例 涉及的是權貴司法的部分 權貴司法重傷了外衣間這個制度 所以我們希望審查能夠透明公開 針對他 好 謝謝區委員 現在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報告各位委員 現有朝委員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12年7月17日 星期一上午9時 地點一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1 各黨團同意至7月17日 星期一下午至7月31日 星期一召開第七會期第二次臨時會 7月17日星期一下午 18日星期二及19日 星期三為第一次會議 7月20日星期四 21日星期五及24日 星期一召開委員會 7月26日星期三 27日星期四 28日星期五及31日 星期一為第二次會議 定於7月18日星期二 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列席 提出性騷擾防治相關事宜 專案報告並被質詢 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 推派11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7人 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各推派1人進行 為參加黨團委員得優先發言 每位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15分鐘 質詢順序 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名單請於7月17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 送交議事處會診 遇時事同放棄 3 定於7月19日星期三 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首長列席 提出關於台灣與民美國間貿易協定專案報告 並被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 推派11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7人 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各推派1人進行 為參加黨團委員得優先發言 每位委員尋答時間15分鐘 質詢順序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名單請於7月18日星期二週五 12時前送交議事處會診 遇時事同放棄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與美國在台協會關於台灣與美國間貿易協定案 與專案報告群答完畢後 即交經濟 內政 外交及國防財政 司法及法制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六委員會審查 並不提出複議 4 本次臨時會所列特地應議案 善未交付委員會審查者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複議 韓宋委員會審查 5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與美國在台協會關於台灣與美國間貿易協定案 不受黨團協商期一個月之限制 主持人游錫坤 蔡其昌協商代表 柯建民 劉士芳 莊瑞雄 洪生漢 曾明中 謝一鳳 林思敏 邱成遠 賴香玲 張其路 邱顯智 陳交華 王婉玉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 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沒有意義 好 沒有意義 通過 112年7月17日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今決定如下 1 各黨團同意至7月17日星期一下午 至7月31日星期一 召開第七會及第二次臨時會 7月17日星期一下午 18日星期二及19日星期三 為第一次會議 7月20日星期四 21日星期五 及24日星期一召開委員會 7月26日星期三 27日星期四 28日星期五 及31日星期一 為第二次會議 2 定理7月18日星期二 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 相關部會所長列席 提出性騷擾防治相關事宜專案報告 並被執行 執行人數 由民進黨黨團推派11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7人 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各推派1人進行 為參加黨團委員 多優先發言 每位委員 尋打時間15分鐘 時尋順序 一例 社群藝術處辦理 名單請於 於7月17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前送交 藝術處處會長 遇使師同放棄 3 定理7月19日星期三 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相關部會所長列席 提出 關於台灣與美國間 貿易協定專案報告並被執行 執行人數 由民進黨黨團推派11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7人 台灣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各推派1人進行 為參加黨團委員 多優先發言 每位委員 尋打時間15分鐘 執行順序一例 社群藝術處辦理 民大安全於7月18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 送交藝術處會長 遇使師同放棄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 關於台灣與美國間貿易協定案 於專案報告尋檔完畢後 即交經濟內政外交及國防 財政司法及法治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六委員會審查 並不提出複議 四 貶次 臨時 臨時會所列出 特定議案三位交付委員會審查者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複議 含送委員會審查 五 駐美國代表 駐美國台北文化代表處 與美國在台協會 關於台灣與美國間貿易協定案 不受黨團協商及一個月之限制 報告各位委員 我們繼續處理臨時會之特定議案 現在依提案先或順序進行處理 先處理科委員建民等提案所列出特定議案 請問各位委員 對科委員建民等提案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好 有意義 進行表決 按林秋風中並發表決卡 參加議案 請問各位 ! 請選擇 請選擇 記憑 請選擇 請選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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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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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